13号 联合国大会主席办公室表示 由于收到叙利亚 毛里塔尼亚和乌干达的要求 联大将从本月17号起 再次恢复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讨论巴以问题 据了解 联大将就一份国际法院 关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备战领土的问题 咨询意见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这一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在决议通过后 12个月立即结束其在巴勒斯坦备战领土的非法存在 今年5月10号 应多国要求 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恢复举行 会议审议了接纳巴勒斯坦为联合国新会员国议题 通过了授予巴勒斯坦更多权力的决议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77号决议 联合国大会1950年11月3号决定 如果遇到威胁和平 侵略行为等情况 可以在24小时内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联大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是关于巴勒斯坦备战领土问题 于1997年4月召开 曾数次休会 去年10月7号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该会议曾两次复会 分别通过在加沙地带 立即实行人道主义休战和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 这一集也被决定了